嗨,大家好,我是烏龍帕帕 你在拍嗎? 這個衣服呢 它真的還不錯,這個雪衣 烏龍 它這個很厲害,它還有這個RICO 這個是如果雪崩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用不到啦 不過可以講一下,這個衣服呢,它有這個RICO 我們在看的時候,像Burton還有North Face 是不是也都有這個 Patagonia的也都有這個RICO 就是RICO Refractor 就是如果你雪崩被雪埋在裡面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救援隊都會有這個搜尋器 然後如果你有穿這樣的衣服的話 他們就可以找得到你 因為它的搜尋器就會把這個回波 可以彈回裡面的搜尋器,它就可以找得到你 然後雪衣呢,就是都可以這樣蓋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再穿個Helmet 然後他們可以穿在裡面的話,再隨便進去 然後這個衣服呢 在打開裡面之後這邊呢 就有一個這個 可以綁住 然後可以這樣雪 如果從這邊這樣進去 它就不會直接進到衣服裡面 可以這樣綁住 不錯的 然後我這個衣服是比較薄的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有防風、防雨 就防水這樣的功能 它是比較沒有飽滿 所以到時候在滑雪的時候 其實滑雪的時候裡面一般會穿大概三件一點 就外面是這個雪衣 中間會有一個min layer 就是比較飽滿 然後這裡面會穿一個 吸汗排汗的 如果你真的會很冷 你可以穿個發熱衣 然後我們這一次就準備應該就是會穿個 unicool的發熱衣就對了 然後中間會再穿一個min layer 比較飽滿的 這就是雪衣 手套 然後 所以可以配著手套 然後就是這樣 我的這個手套呢 是 比較 這個後面是比較縮小的 然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比較寬的 所以 這兩種手套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 這個手套戴進去之後呢 這個是包在你的衣服的sleeve的外面 然後我的呢 是比較小 所以就要包在sleeve裡面 你可以各穿一個 然後 手套穿起來之後呢 就像這樣 就把這個sleeve給拉開 然後包進去 這樣就可以防止你在滑雪的時候 跌倒啊 什麼的雪 就不會從這邊進到什麼樣子 就會死掉 那外面這些都是防水 防衣 防雪 然後 可以試試看另外一個 一樣的 放在外面那邊看啊 它的這個真的感覺很薄嗎 它這個手套也是我的偶爾很多 如果你是比較怕冷的話 就要去找一下 它其實在買的時候 它的description都有寫說 就是我忘了 但買的時候呢 它其實description的地方 它都會說 這個保暖的等級啊 是不是比較保暖啊 什麼的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比較怕冷的話 就會找這種保暖一點的手套 好 看起來就是像這樣 有點不一樣 這個是你的sleeve要在裡面 然後就包在外面 然後放進去 這個的話呢 就是比較sleeve 這邊手腕 這邊比較窄一點 那就是靠在裡面 然後外面再靠回去 這樣 好 大概就這樣啦 然後 我們其實也買好了裡面 這邊 Patagonia的這個 Mid layer 就是中間的這個保暖裡面 然後到時候如果來了的話 我再給大家看 好 我們是買二手的 是Patagonia 它自己有個網站叫做 Warnwear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看看 那他們保持 他們的理念就是說 他們覺得不要再 對這個世界造成更多的這個污染嘛 然後如果二手的還可以穿 然後沒有人要為什麼不把它拿回來穿 就是反正也不是像壞掉或什麼 都可以穿的東西 然後它在上面它會分 不同的condition 所以像有excellentcondition 有 它有excellent, great and good condition 然後 它的condition上面 有什麼看起來 比較不好 或是比較有泛黃之類 它都會在上面跟我說 所以其實很不錯 那大家就可以考慮 價格也比較便宜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在上面看看 那個網址放在下面 你要不要穿我的外套 然後我現在會穿一下 那個 烏龍潘媽OP這個 我買的 我的這個是L size 是Large的 然後它的呢 是滿一點 蠻沉的 所以其實我也穿得像 但是 法學上的話 我們就看到 我們有看到我們的review 就是說 就是建議會穿鬆一點 因為法學畢竟是一個 比較激烈的運動 那要保持身體 可以活動的範圍會比較大 像如果穿這個M的話 可能就會 會稍微有點拉 會比較緊這樣子 那就 可能不適合你做這麼大 這麼多大動作的事情 在滑雪上 Oakri的 臉 比較像連身式 像個Hoodie的 滑雪的雪衣 然後它這個比較好 因為它這邊這個 手套的部分 是直接可以套住你的手 然後這裡面就是 做防雪的 就防止雪進去的 這個功能 所以還不錯 如果那件會好一點 但是 我們兩個的價格 是差不多啦 但是 原價的話都買貴 都是商買都很貴 都是買到大概五折或四折 這樣子 然後它這件 品牌也比較有名 是Oakri的 但是它比較便宜 就是因為 它不是 不是Gortex 然後我的櫃呢就是 貴在它是Gortex 但是其實在雪具裡面 都是穿比較便宜的 對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像這樣 然後它這個的話 比較少口袋在正面 因為 就沒有地方給你插手 它唯一的口袋在正面 是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像個白寶袋這樣 像小叮噹這樣 像小叮噹這樣 這個也是可以拉力拉起來 很熱 我都流汗了 它這一件比較好 它比較厚 所以它可能就不需要穿這麼多 不需要穿這麼多的內打衣 如果比較怕冷的人 像它這個是用 這個蠻有名的3M的這個材質做的 3M這個牌子 然後它是有分不同 保暖的等級 這件是在中等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裡面是比較厚的 是有一點材質 就有一點 應該是棉花的材質在裡面 然後它一樣有這個 可以綁住你的下半身 所以保住你的屁股這邊 所以你滑倒啊 跌倒的時候 不會進血 OK 就是這樣啊 然後要看一下 烏龍他媽的bit 這個是連身的血褲 然後它是直接包到它的胸口這邊 然後往下 一直到腳 所以在跌倒的時候 你這邊胸口的 你的這個 這邊就不會進血進去 所以 其實是蠻適合初學者 還有滑雪板 因為雪板 你一跌倒的時候 是直接坐下去 然後後面這邊 屁股從屁股這邊 藥股這邊就能不能進血 所以它這樣整個連住的話 就比較不會進血 我們其實也都還沒有滑過血 我們是自己在網路上做了很久 大概一塊一個月的research 看了不同的文章 影片 就是看說到底滑雪的 一些裝備要怎麼準備 要準備些什麼 所以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問我們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滑雪的經驗啊 我們準備了好不好 就歡迎跟我們說 就這樣啦 掰掰